恭喜各位 请大家看一下2327的国具 来我们现在进电脑画面 你看看国具今天 完全不受大盘的影响 看看它的K线又创新高了 最高来到536 好等一下我来帮你进入分析 今天是2021年6月16号星期三 今天的盘有没有把大家吓一跳啊 有等等我会告诉你 讲盘前我还是告诉各位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我们十全十美赚标股的这份资料 今天赠送最后一天 我现在顺便讲一下 今天刚好是利用下杀的时候 很多档个股都跌到很好的买点了 都下来了 下来跌到买点干嘛 你要赶快下去买啊 你不下去买 明天就up up上去了 所以今天呢 最后一天给你 02-6630-321 02-6630-321 你过了今天以后就没有效果了 刚好今天是结算人工牌 那人工牌出来以后呢 给我们出现了很多个股的好买点 那今天还有个消息给各位看一下啊 哦这个消息很重要 你要注意看 我稍微给你做个解释一下啊 这个IC Insight 上修今年半导体成长幅达24% 产值首破5000亿美元 那你要注意看一下内容啊 这个内容是什么 是延调机构 IC Insight是他讲的 他讲你看 逻辑IC市场方面 IC Insight细分为每个市场 预估今年出货量将增长24% 以工业用逻辑IC 产值将成长47%最高 汽车用逻辑IC 产值将成长39个次资 消费用IC 逻辑IC产值成长38% 整体逻辑IC出货量 大幅增长达30% 好了还有后面一个啊 第一论 因为供应仍然持紧 IC Insight下半年价格将持续上涨 全年低论产值渴望成长41% Non-Fresh价格率第二季趋稳 下半年价格还会上涨 全年市场总产量将增长32% 产值将成长22% 你看了那么多 重点的告诉你 IC晶片第一论 供货仍然持紧 所以呢这两个族群持续看好 看到没有 这两个族群持续看好 那持续看好就是告诉你什么 基本面的大前提做引导 那你买了就不会害怕了嘛 好了现在来帮你解排啊 我们前面就拿掉了 就从昨天的盘式跟你讲 昨天的盘不是很棒吗 收最高 157点 涨了157点 来到17371 对不对 我告诉你明天结算 那明天结算会怎么样 会多空双杀 你今天看到多空双杀的威力了没有 看到了 老师我看到了 好多人在问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什么事都没有 因为今天是人家刻意结算的 刻意在杀盘 刻意在拉抬 还有人讲说 老师是不是要出现胖手指 胖你个卡撑啊 什么都胖手指 胡说八道 看不懂 闭上嘴巴 不要讲 我告诉你四个字 小心应对 讲的还不够清楚吗 你昨天有看我索码频道的人 我在索码频道里面 特别交代你 我说 你不要管盘中会如何 12点以后会有大变化 是不是12点以后大变化 对嘛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他变化的时间快不快 快哟 前前后后加起来不到20分钟 就把你这样 叮叮叮叮 看到了吧 看到了 很多人都想说看王瞳的索码 我当然也知道了 但是我必须要讲到前面 王瞳的索码不是赠送的 王瞳的索码非常有价值 里面都是讲明天会如何 你们现在有没有发现到 我在正常的频道里面 我不太讲明天会如何 为什么呢 因为避免产生很多的干扰因素 现在你看一下王瞳今天发的盘讯 早上9点10分 9点10分了看清楚 大盘已下跌13点开出 昨天已嘎空完毕 昨天你们自己看一下 前五大前十大前五特前十特 空单全部在见 通通阵亡 甚至还有小番多 全部阵亡 刚好补在最高点 所以王瞳常讲 就是嘎那些阿呆的空单 昨天已嘎空完毕 今天小低盘开出 会先在平盘附近震荡 盘中还会再拉伸一下翻红 我们现在看一下 盘中有没有拉伸一下翻红 先震荡一下 有没有拉伸 或结算 上下政府很剧烈 那我问你 12点半以后 政府剧不剧烈啊 剧烈 涨跌不易研判 最好退出观望 连我都不敢研判涨跌了 何况是你们 王瞳都告诉你个实话了 对不对 王瞳几乎没有错过 那到了今天 我都不方便研判涨跌 那现在你们看到了啊 请问一下 这种讯息 我昨天也讲过了 我昨天讲的 跟我今天写的差不多 没有是说 我今天看了盘式以后 我又开始变动 没有啊 通通没有啊 看到了啊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 来帮你解散这个盘 来你看一下啊 今天这个盘叫 多空双疤 那你是不是其中被疤了一个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我们在赚钱 这是很简单逻辑 撒 拉 好 一撒一拉 你看看 在一个小时不到里面 30多分钟里面 就完成这个工作了 厉不厉害 厉害咯 那么现在你要看 今天我必须要告诉你 两个重点啊 第一个 你看一下今天尾盘 看到没有 今天尾盘要打下来 杀谁 杀这个 台积电 台积电 你们很多人会讲 哎 杀台积电完蛋了 你们就是对这个东西 不会解毒 杀台积电 是因为台积电 明天要除息2.5元 今天尾盘杀台积电 是法人弃习的卖押 因为法人不要参加除息 因为除息他们要缴分离所得 要缴20%的所得税 所以说他们不参加除息 今天尾盘丢给你 明天他们下去以后 就买回去了 所以台积电除息2.5元 我可以告诉你 他很快会填息 顶多下来整理一下 就上去了 所以说我已经把这盘 讲给你听了 这来一个呢 就是很多人会讲 今天量很大 哇量很大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来来给你看一下 今天出了个大量啊 量价背离啊 鬼扯蛋 我真的讲的鬼扯蛋 我现在稍微给你看一下 你看看2603 我讲会稍微快一点啊 2603 今天多了多少 多了44万张 看到没有 跟昨天比多了44万张 一张13万多 一张13万多 他就多了570亿 再看2609 2609 揚明 揚明你看 今天多了23万张 一张13万 他就多了290亿 再看2615 2615 万海 万海今天多了 5万8千 5万6千张 就算6万张好了 好吧 就多了112亿 一张20万嘛 就多了112亿 今天我就把这三个数字 给你加起来 写在这里 长龙多了570亿 万海多了290亿 万海多了112亿 这三档加起来 就多了972亿 那我现在抓这个数字 是大略抓 只有保守 一定超过 那你看今天总量多少 今天总量是5675 看到没有 5675扣掉972亿 还剩多少 4千多亿 对不对 那我就问你 今天有量价背离吗 没有 是你看不懂才量价背离 所以王同常讲 你总量都看不懂 总量都不会分析 你还分析什么 所以分析KD KD来 KD去 RSI 请问有用吗 再来呢 今天你可以看 我们手上一档持股 2486 一拳 看到没有 毫无稳 一拳 默默地再上去 看到没有 哦 对了嘛 这些个股都是王同 会员手上的持股 我们的持股 绝对不会东跳一档 西跳一档 乱跳的 看什么涨就拿什么讲乐听 从来不会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3003 今天不错 盘中有曾经上去过 78.6 收盘还收在76.9 没有关系 没事 还在这里 今天创高 还在这里 他今天量还算控制得很好 没什么问题 不用担心 好了 你现在看到这些都知道了嘛 再来呢 我昨天给你看个讯息 这是昨天的 你看一下 6月15号昨天 恭候各位 2327国聚 创一个半月新高 还会涨 持股安心群毛 昨天告诉你 还会涨 昨天告诉你 还会涨 请问 今天国聚2327 涨了没有 涨了 涨了8块 看到没 看到了 你要的不就是要这些吗 难道说我每天给你变花样 变一些涨停板的个股给你看 你要听解盘 就听王瞳这样解法 对你才是有真正的帮助 而不是每天表演涨停板给你看 有看那个有意义吗 完全没有意义的嘛 所以今天呢 我来告诉你啊 很多档个股的买点都出现了 而且是好的个股的买点 那今天个股在哪里呢 就在十全十美赚标股的这份资料里面 今天最后一天给你 咨询专线 02-6630-3221 02-6630-3221 明天的盘回归正常 你们不用担心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明天的盘回归归的康庄大道 速播至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划冠投股登记104 金管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股104年金管 投股新字第009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